航潮 金口太河沦不尽 唯有真摯都只体会 真假善恶愁愚昧 十分千百小中心 传统相声一百集 今天再说一个新节目 说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丢驴吃药 丢驴还吃药呢 这不我说的 这谁说的 这王铁嘴 王铁嘴是谁呀 是北京天墙一个项面子 这个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你甭管什么故事 它总得有两大要素 时间地点 这得说清楚 时间呢 是明末崇祯时代 上回咱不说一个 邵康杰册字吗 那个崇祯 就到那个花式大街 找这个邵康杰册了个字 那个时候 这个响面的 这个蒜瓜的 遍地都是 那个时候它落后 人迷信了 就找个寄托 所以那个响面 遍地开花 那个时候吃这个 响面这种饭的人 还特别多 这种买卖过去 在江湖上叫金买卖 金披彩卦 全凭好话 就嘴能说就行 这金买卖有多数种啊 有多数种啊 有 租一个门脸 在屋里头摆上沙发转移 外头挂上台扁 毛毛毛 命馆 这是比较火爆一点的 这种金买卖 叫做金 黄巧抽贴的 那叫嘴子金 拿小人摆拔卦的 那叫花达的金 奇门遁甲 叫拔岔的金 拿草棍 比手指头的 这叫条金 在马路门口那 往里揪人的 那叫揪金 这个金的种类特别多 他这种 拿一个挂盒 上边呱囊囊一晃 往这一道花棱 出几个大全 这个 这也是一种 还有的呢 策字 这都是金买卖当中的 刚才咱们说的 王铁嘴 在天条 王铁嘴这个人呢 他怎么叫铁嘴呢 铁嘴 钢牙就能说 板上定径 一样说了就准 所以大伙给他 习惯叫王铁嘴 就由于他能说会道 迎合你的心理 生意兴隆 大伙都找他 都找他来算卦来项面 他这就活包啊 这个王铁嘴 这个卦摊摆到哪了呢 摆到这个天桥 天桥路西了 一家药铺的门口 那个时候 你看这个摆东西 可是随便摆放 不像现在说 暗灯行走 暗卫停放 那时候没有 随便 我那一刻哪儿 坐买卖就坐买卖 也没管这个 所以他这个挂摊 就摆到一个药铺的门口 天河药铺 每天围的人特别多 到头来来项面 那算卦呀 问世的求财呀 药铺 那个掌柜的生气 你瞧 他就挂摊摆到我门口 到屋里来买药 都给我堵住了 我就风水局 这榻子都给我挡住了 我看他就来气 这药铺掌柜的 就憋着这个心里 我哪天我把挂摊 我给他砸了呢 我给他 就憋着要砸他挂摊 这么一天呢 他算了几卦 向了几个命 这个人渐渐就少了 就剩这个 王铺左一个人了 在那儿收拾东西 这个药铺掌柜 打鼓励 蹭就蹦住了 你看没人了 到头蹦点 把他挂 蹭就抄起来了 王铺左 认识我吗 王铺左一看 哎呦 陈掌柜 陈掌柜 就在身后的掌柜 他认识 那能不认识吗 你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问问你 你这挂算 你到底灵不灵 就这个话 才能回答 你说你灵 要不灵怎么办 你说你不灵 不灵谁算的呢 人家这 怎么叫铁嘴 就能应付这种情况 给别人算 我不敢说灵 给你算 保证灵 好啊 保证灵 我叫你保证灵 你给我算算 你给我算算 明天我能卖多少钱 我就算你灵 你要算准了 要多钱我给多钱 要算不准了 我当时就砸你挂牌 你别在我这摆着 要不然就下回去了 王贴索不然 剪珠一转 眉目一翘 陈掌柜 干哪行有哪行的规矩 你们要不有你们要不的规矩 我们算卦 有我们算卦的规矩 你什么规矩 我们的规矩就是不算绝卦 怎么叫不算绝卦 您这就叫绝卦 我这怎么叫绝卦 一天 十二个时辰 隔哪起算一天 到哪算半天 春夏秋冬还不一样 您这就叫绝卦 我说这是一天 你说那是一天 那怎么办呢 那么说你不能算了 不是不能算 我不给你算一天的 那不叫能耐 我给你算一个时辰的 一个时辰的 行啊 你说哪个时辰吗 任你挑 任你挑 好 你就给我算中午十二点 就中午十二点 你算是我中午十二点 我卖多少钱 算准了 要什么给什么 算不准了 我咋你咋摊 好 咱们一言为定 就算正午十二点 正午十二点 您明白吧 大小只一碰 在十二那这 那就叫正午十二点 这不用你交给我 我会 我认识中午 好 咱们就算正午十二点 说卖多少钱 不多不少 一块钱 我要卖九毛九呢 九毛九算我挂算的不灵 我要卖一块零一呢 一块零一我爬出北京城 起来就合去 好 我就看这个明天 怎么中午十二点 我就卖一块钱 还不能卖九毛九 也不能卖一块零一 也不是那十一天 这个五十九进去 也十二点过一分也不行 好 憋着这进了 就等了明天十二点了 这王贼总回家一宿 也没睡觉 我这大话说了就 明天这一块钱 怎么办呢 这回事 到第二天了 老早就来了 想好主意了 就等着有人来算卦 第二天还有点夹心天 来算卦还不多 就王贼总跟着急着直搓手 他搓手吧 屋里那药物掌柜的看他乐 这不事了 没有一块钱要 小的我出去 我就把那卦条给你砸了 我叫你臭美 叫来我跟天老算卦 这回有你好看的 盯着到十点左右 六中的时候 来一个算卦子 谁呀 一位豆腐房的掌柜 把驴丢了 你说这个豆腐房要丢驴 那可是那太舍手了 你拉磨全掌它呀 你磨豆子啊 这姜子 没有它你怎么做豆腐 老两口 就只是一条驴活着 哎丢了 这要着急呀 到处找也找不着 后来有人说 天条的王铁锁 算卦算得准呢 你去问问他呀 你算一卦 他就跟你指出这驴 丢没丢 他在什么地方 也不省事呢 对呀对呀 我找他去 我找他去 听着九十点钟就过来了 到这儿看 挨个看 他找这个王铁锁 他不认识 哎 看着王铁锁还问呢 先生 给你打点个心啊 啊 王铁锁乐半截 以为找他算卦呢 打点心呢 打点心啊 打点谁啊 有个王铁锁在哪呀 巧了巧了 我就是王铁锁啊 你呢就是王铁锁啊 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 你有什么事啊 我帅一挂呀 帅一挂好啊 帅一挂 帅一挂好太好了 你问什么事情啊 我 我 我丢了驴了你 丢驴啊 太好了 你这驴 什么叫太好了 这个 你这驴没丢啊 是吗 哎呀我可谢谢你了 你借我算算 你借我算算 我这个驴从不丢 在哪呢 你摇一挂 摇一挂 哎 那就挂了 挂了挂了挂了 挂了挂了挂了 倒起一个 从哪一摆 啊 哈哈 你这个驴没丢 太好了 谢谢 都说你算的 准呢 我就找你来了 这驴没丢 我就放心了 这个驴在哪呢 你不用着 不用着 啊 晚上他自己就回来 是吗 他自己就回来 哎呦我可太谢谢你了 哈哈 不过你得按先生的我吩咐去做 那当然了 你怎么吩咐我怎么做呀 哈哈 你得吃服药 哎 我去 先生你听明白了吗 我丢驴了 是啊 丢驴了 我丢驴了 我吃药干什么呢 你想叫你这驴回来不 想啊 你吃完这药 这驴自个儿就回来 是啊 那好啊 我吃 我吃 我上哪买去 就身后的药铺 看见没有 就倒这个药铺 买一块钱的药 哦 一块钱的啊 九毛九的不零 啊 买一块零一的也不零 记住没有 非得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知道吗 大小只一碰就十二点 那我吃的 我吃的 大小只一碰你就进去买一块钱的药 提前一分钟进去 那驴没倒浆 过一分钟进去 那驴过去了 就这正午十二点时候进去买一块钱药 记住没有 我提出了提出了 千万千万 那咋啥呀 就放心吧 一磨成回来了 我这药铺一看 那药铺里啊 摆一个钟 说摆个钟干嘛 那掌柜的故意摆着 把那做钟往那柜台里一放 弄个椅子往这一坐 这边提着啥 还能看着表 嘿嘿嘿 看着这个钟啊 那一到十二点没人来买药 我出去就咋你 他跟这看这钟啊 外边也有人看这钟 那个豆房掌柜的 也跟那边看着 哎 瞧瞧这屋里还有口重呢 这我就省了费事了 哎呦 十一点半多点 我溜达溜达 转一圈回来一看 还差五六分了 差不多了 别走远了啊 走远了嘛 过十二点进去就坏了 驴就过去了 眼看就差一分多钟了 屋里这人非常紧张 药铺掌柜的 就差一分了啊 要没有来买药的出去 就砸翻地挂方 外边那比他还紧张 就差一分了啊 我可得砍坠了 提前一点进去那驴还木刀家呢 你说那木刀家 我进去了这多可惜啊是吧 我得砍坠了 过了也不行啊 正好大小针一抛 屋里这位一拍大腿 外边那个一开门 掌柜家来一块小腰 这掌柜的一想 嘿 神了啊 就正好大小针 一胖就进来一位 来一块小腰 这个真是啊 啊 好好好 你买多少钱了呀 一块钱啊 哎呀 你什么病啊 我说不出来了 他没病啊 这个 我 我 我摸病啊 你没病你买药干什么 我 我 我摸病我买药 我当然有用了啊 我当然有用了啊 那你买什么药啊 什么 什么 我 我 我怎么 我怎么说啊你 那意思你 我丢了驴 我吃药 我怎么说你 我怎么说你 哎呀 我真不好意思说呀 他一不好意思 这药不染个领会做了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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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准是你得了脏病了 你 你不好意思往外说 行行行啦 别说别说 反正这个有病不被带过 你要愿意说就说 不愿意说就拉倒 你这个病啊 到我这都买这种药 你买一副啊 一块五 就 什么 一块五一副 一块五不行 我就买一块钱去 一块钱 那要不你买半副 七毛五千 半副不行 我就一块钱去 你怎么非得买一块 你卖不卖 你不卖我走了 卖卖卖卖卖卖 哎呀 这认准一块钱了 好好 弄了一块钱 还包了一包的药 什么药啊 大败毒 大败毒是什么玩意儿 就里边有五毒 蝎子 油烟 长冲 五共 毒蛤蟆 这是五毒 外加盲销 盲销 盲销是干什么的 打肚子的 那盲销比那八豆都厉害十倍 那盲销进去一点 那十层就下去 我告诉你 还要给它开多少 三千盲销 这要下去比通的下水道都痛快 这一块儿 啊 他不知道啊 赶紧包起来了 行了行了 谢谢你 谢谢你啊 给了一块钱 他回家了 回家了高高兴兴地捧着这包药 老婆吧老婆吧快来快来快来 老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接过来 什么这什么呢 这这 药药 快熬起快熬起啊 熬完了那驴就回来了 不明白什么叫熬完了驴就回来了 熬去吧 这老婆子到了厨房那 把这包药打开一看 呦 吓一跳 那盲销他不认识 他认识那五毒啊 哎这都妈玩意儿 这啊 蟹子长得油盈无垢的蛤蟆 这要吃进去 还把老头子吃死啊 他有没什么病 他吃什么药 我给他捡出来 把这五毒捡出来了 搁一边儿子 盲销他不认识 就赶去这个吧 这个才要命啊 这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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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